李女士说这位傅先生可是一位行男 两人一来二去的就这么好伤了 李女士对他很好 一辆mini车给他用 还借了20万元给傅先生的母亲动手术 按理说呀 已经把一个准儿媳妇能做的事都做了 可是相处久了以后 李女士发现这位傅先生似乎很神秘 从来没有见过他的身份证 还经常换住的地方 我就发现他跟其中的一个女的 联系的比较密 我就留意了 然后就趁他不注意的时候 那个女的打电话进来 我就把那个号码记下来了 李女士说前两天 两个人因为这事发生了争吵 他被傅先生打了 一气之下他打通了这个电话 你认不认识这个人 我是他女朋友 他那边他就说你是他女朋友 我也是 这两位女士有同一个男朋友 遭遇也很类似 另一位姓韦的女士 也是借了二十多万元 给未来的婆婆治病 跟你说这件事实上 你整个人是怎么样的 我就崩溃了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 但是在外面有女人 就你们也在一起了 对已经有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对 那平时你们就没有起到什么疑心 就是疑心是有的 他就是说他有个矿商 他有一个贷款公司 这狗血的剧情还没有结束 随着两人的调查 韦女士的一个好闺蜜 秦女士又出现了 她也是傅先生的女朋友 同样的套路 也是借了几十万出去 很难想象 像韦女士和秦女士 还经常逛街聚会 也曾经说过 要介绍新男朋友 给对方认识 谁想到竟然会是同一个人呢 今天三位女士 一起来到派出所想报案 可就在这个时候 秦女士接到了那位傅先生的电话 她是刚刚打电话给你了 对 她现在已经出去给你了 她现在已经该去过去的路上了 你还有量 如果我不会去拿车的话 奔职是她名下 迷你是她名下 我的话什么都没有 现在你的奔职 就是说是在他手上 他现在都在还给你 对 那我们说 我现在就把它 现在能控制住吗 我们一起过去 按照秦女士和傅先生的约定 他们会在秦女士的门店碰面 一行几人先是乘车 赶往约定地点 秦女士说 她和傅先生的认识 是从一个错误的短信引起的 现在回想起来 应该是她偷看了 韦女士的手机通讯录 专门选择了秦女士 上午十一点左右 一行几人来到了南宁市大沙田德正路一带 等了一会儿 开过来一辆银灰色的奔驰车 但是车上的人没有下车 而是招呼秦女士上了车 另外几个人一路悄悄跟着 来到了一个位于半山腰的小区 当那位傅先生下了车 看到自己的三个女朋友同时出现 她开始有些慌了 面对三个女朋友的指责 这位不知道是姓李还是姓妇的男主 似乎也没什么特别的悔意 不停的想逃离现场 双方一度发生了肢体冲突 事实证明 所谓的肌肉型男也只是光有型而已 在韦女士的一位男性朋友的帮助下 最后还是乖乖的被控制在了车内 二十分钟后 民警开着巡逻车来到了现场 在了解基本情况后 将三位受害者和这名男子 带回了大沙田派出所 警方表示 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尽可能的帮助三位女士解决这个问题 大沙田派出所